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三册的最后一课 希望大家能善始善终 就是我们的第六诗课 Lesson 60, Too Early and Too Late 这个书也同样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不要到了最后坚持不住 希望大家站好最后一班岗 咱们来看第六诗课 首先我们先看看这个书的生死后段语 打开书第269页 哎呀 到了最后了 269页 咱们先读一下这个书的生死后段语 269页 Read after me 动作快捷啊 Punctuality Punctuality Rural Rural Disregard Disregard Intellectual Intellectual Abstuse Abstuse Coord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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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roach Reproach 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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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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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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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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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u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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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c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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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t Admin't 好极了 这是这个书的生死后段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还是先看看这个书的一些重点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就是守时准时这个词 不可数名词抽象词守时或准时这个行为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Punctuality Punctuality 同样的读快之后最后那个T会听到诸化成D D这个声音 再来边 Punctuality Punctuality Aality Aality 轻轻会诸化 因为前面那个A 后面那个E 声带都震动 中间这个带着震动起来了 守时或准时 但注意不可数 我们看一个谚语 Punctuality is the soul of business 办事情 必须要准时 要守时 是办事情的灵魂 这个business可以发生是事情 我们在新更年二册 第一课就讲过 第二课讲过 不关你的事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不关你的事 这个business表事情不可处名词 它的反义词呢 可以看到这个更大个的词 也是个谚语 Procrastination is a thief of time 拖延是时间的窃贼 Punctuality 就是准时守时 拖拖拉拉拖延 也是不可处名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Procrastination Procrastination 再读快点 Procrastination Procrastination 这叫拖延 拖延是时间的窃贼 这个两言语 包括了两个词 就同时记住了 但注意都是不可处名词 不可处名词 它的形式形式就是准时的 咱们多次见过 就是Punctual 那么它的副词形式 就准时的 叫Punctuality 我们再读一遍好了 Punctual Punctual 但注意不要读Punctual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t碰到了后面 那个you前面有一个ye 老师在前面讲过 如果碰到ye 一般会变成ch 这个声音 你像last year 变成last year Don't you 都成don't you 所以这个中间 所以这个中间也是发ch 这个声音 在里面 Punctual 好 再读副词 Punctually 准时的 还有准时的 这前面都见过呀 我们看一百七十页 三十七刻的第一句话 一百七十页 三十七刻的第一句话 We have learned to expect that trains will be punctual 我们呢 已经学会了 去预期到什么呢 火车总是会很准时的 不会迟到 这是这么一个 我们早就知道呢 是这样 火车不会迟到 飞机会晚点 这个航班会延误 到火车总是很准时的 是清楚 副词呢 咱们在十九刻见过 八十六页第十五行 八十六页第十五行 十九刻 贵重的保温包 Sure enough Russet arrived punctually at seven o'clock that morning 果然 Russet这猫呢 在那天晚上七点钟 准时到家了 这是准时的 可以同时来记 这几个词呢 你看拼写了一次 都有punc 还有加上字母t 这个punct 这几个字母放在一块 本身又是一个字根 它本身意思是点 一个point 一个点 在这当然指时间点的意思 对吧 刚好在那个时间点上 那个结果眼上到了 准时的准时力 有这么一个 由它可以派生出 好多好多词来 咱们看几个常见的 先看本文中这个 我们再读一下 准时的 punctual 再读副词 punctually 准时力 再读名词首词 punctuality 刚好在这个时间点上 它来了 来自这个点 还有好多片写 你比如说这个puncture 生词表中有这个字吧 这叫把某个东西扎破了 扎了一个小点嘛 一个小点那个跑弃了 扎破了 一般指轮胎 这个被扎了 用的更多一些 我们再读一下 puncture puncture 叫这个point 一个小点 扎了一个点 这个词呢 是表示中国的一个 很传统的东西 叫针灸 针灸疗法 用那个银针 把它扎一扎 这病就好了 我们再读一下 acupuncture acupuncture 这个puncture 还是一个小点 但是老外无法理解了 咱们中文中 中语讲经络 经络 这跟拉西 肚脐尔一扎 扎完以后 连干的都不拉了 很惯用 马上就好了 那后面这个词呢 叫做这个 给句子加标点 我们再读一下 puncture weight puncture weight 叫做给文字加标 加上点吗 加上豆号句号加点 也是跟点相关 咱们把这个刺破 和加注标点 这个看一些例子 这个刺破和加标点 两个动词 都是急物不急物都可以 我们先看刺破 先看这个 一个不急物动词用法 the tire punctured 这个汽车 这个车带扎了 在这儿 是不急物动词 就是本身车带被扎了 这种主动结构就行 它可以当不急物动词来用 当急物动词也行 a nail punctured a tire 但是它有两个拼写 tyre是英式 都能tire 每次呢 tyre都行 那一个钉子 把我们的这个车带给扎了 你看第一个是不急物 第二个急物都行 因为它可以当急物动词 所以这个puncture的 直接可以当形容词来用 就是被扎破了带的 这个被扎了的 这么一个意思 你比如说 a flat tire 或者a burst tire a punctured tire 这三个形容词经常修饰车带 a flat tire 一个没气的车带 平了吗 车带都平了 应该是鼓起来 现在平了 a burst tire 一个爆了的车带 车带给放炮了 a punctured tire 一个被扎了的车带 跑气了 有小眼了 这么一个 这是puncture 我们再看那加标点 puncture 也是急物不急物都行 the children have not yet learned to punctuate correctly 这些孩子们还没有学会如何正确地给文章加标点 这个在这当一不急物动词来用 给文章加标点 没有加病语 急物也行 你看 the transcription of his speech must be punctuated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的这个翻言的这个手写记录稿啊 必须要被加上标点 因为素记稿可能写得很潦草 中间没有标点 必须加上标点 被加标点用的是这个这个被动 是急物动词的被动 那么transcription可以为抄写稿 腾写稿 用手抄一遍 咱们讲过 transcribe cribe是写 从这边到这边穿过来 这边我在这边再抄一遍 抄写稿 这个他讲话的抄写稿 必须被加上标点 这是大家都来自这个点 punc 可以同时记 好 这个动词跟老师 这个 这个名词相关的词汇 跟老师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重点词 来看一看这个农村的 跟地点相关的词又特别多 我们先大声再读一下 rural rural 这个叫农村的 什么意思呢 就connected with or like the countryside 与农村相关的 或者像农村的 总之是农村的农家的 这么一个叫rural 这是中性词 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咱们来看一看一些例子 rural areas 叫农村的一些地方 就农家的一些地方 就农村地区 rural accent 就农村口音 乡下口音 accent表人的口音 那么在本科书中 也出现这个词 你看268页 第三到第四行 就在本科书中 268页第三到第四行 它出现 only in a sparsely populated the rural community is it possible to disregard it 这也表示首饰准时了 只有在那些 人烟稀少的农村地区 我们才有可能 不在乎首饰问题 community 代表人居住的一个地方 叫农村社区 农村地区了 rural叫农村的 这个词是中性词 但我们41个 讲过一个跟它相关的 叫田园的 也是指农村 但这个词是报义词 我们再大声来读一下 pastoral pastoral 但英文都是pastoral 美国人把a 给的a 读成pastoral 都行 分别读一下 pastoral pastoral 美音更俏皮点 它表示什么 showing country life or the countryside 表现出农村生活 或乡间生活的 尤其呢 in a romantic way 尤其用一种浪漫的方式 所以这个词呢 一般指田园的 就类似中文中田园的 其实也是农村 但是一般描述的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 咱们看一下历史 a pastor scene 翻译成一幅田园风光 描述农村非常美丽的 这种感觉 a pastor poem 一首田园诗 a pastor painting 田园画 描绘农村的美丽 这是这么一个 叫田园的 这个在第41课 咱们见过 复习192页第11号 192页第11号 this idyllic passed-through scene is only part of the picture 这个田园诗一般的 优美的 这个田园的风光啊 仅仅是这幅图画的 这幅图景的 一部分以 idyllic 或者idyllic 都像 叫田园诗的 也是进一步 指这个风光非常漂亮 所以这叫田园的 也是农村 但这个词明显着不好意思的 而rural呢 是中性词 跟他类似的指地点呢 还有好多 咱们不妨复习 还有这么几组 我们先看看城市的 大声里面 urban urban 这叫城市的 还有郊区的 在前面加sub 大声里面 suburban suburban 当然城市的郊区 名词可以把后面的an 去掉 叫suburban suburban 这是郊区 加an之后呢 suburban就形容死了 还有呢 叫大城市的 大都会的 这个咱们见过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metropolitan metropolitan 这个在第三十三课 生词中讲过 还有特大城市 大城市 大都会 我们再读一下 这个名词 metropolis metropolis 注意这是相关的名词 大城市 大都会 大城市的 叫metropolitan 分别再读一下 先读一下形容词 metropolitan 大城市的 再读一下名词 大城市 metropolis 下面这个更大 叫国际性大城市的 后面就是国际性大都会 国际性大城市 先读形容词 cosmopolitan cosmopolitan 咱们见过前面的cosmos 可以变成宇宙的意思 全宇宙人都会住在这 我们北京就宇宙中心 那就可以说这个了 再读一下这个 国际性大都会 这个名词 cosmopolis cosmopolis 再读形词 cosmopolitan 确实 音节一多 一般众议后议 好 这个词 重点跟老师 看到这 下面一个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名词 知识分子 还有做形容词 表示智力的 这个对27颗知识 有复习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ntellectual intellectual 注意做名词 是知识分子 做形容词 是智力方面的 这好记 知识分子 跟智力相关的 动脑筋呢 这个知识分子 是可数名词 咱们就不说了 he is an intellectual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可以 咱们看智力的 什么高智商的 什么脑力的 是什么精神的 这几个人搞混 咱们再复习 先读一下智力的 intellectual 你像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智力的发展 聪明的 智商很高的 用这个词 带上来 intelligent 你像intelligent being 叫智慧生物 聪明的生物 在一般的科幻片常见 还有脑力的 咱们来一遍 mental mental 这个在第四课见过 mental work 叫脑力工作 还有一个精神方面的 再来一遍 spiritual spiritual 我们还是发 这个双音 spiritual civilization 精神文明 总之 智力的 聪明的 脑力的 精神的 咱们可以放在一块来记 这个有27颗知识的复习 好 下面再看看这个 责备这个词 这责备又是个重点的知识群 咱们重点看看这个词 同时看看相关几个词的复习 先大声再读遍 reproach reproach 叫责备 或者指责 大家可能有印象 这个词我们在前面 多次说过 尤其在第 这个31课 就是 这个经理责备 那个售后员 可爱的怪人 那边咱们讲过 这个词一般指 某人没有做到某事 该做却没做 而指责他 用他更好一些 咱们看看精确的英文解释 reproach means criticize somebody or oneself especially for failing to do something 批评某人 或者自责 批评自己都行 尤其是因为 没有能做某事 该做却没有做 这是责备 这个事没做到 责备他 reproach 比如说 reproach somebody 先看大匪 后面一般叫 for something 因为某事 而责备某人 你看我们看一个例子 The general was reproached by his allies for failing to inform them of his plans 人没能做这事 受到了盟友的指责 这位将军 受到了指责 被谁呢 ally 单数是 A-L-L-Y 表示盟友 或者表示盟国 都行 在这受到了盟国 或者盟友的批评 都行 那负数是去掉 Y之后变成 I-E-S ally A-L-L-Y 是单数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能够通知 他们的计划 你做这计划 我们能跟你配合 你不告诉我们呢 受到大家的指责 未能做模式 你看 I have nothing to reproach myself for 我们还是跟for 我没有什么可刺责的 言下至于 该做的事我都做了 没有什么 没有能做到的事 该做的都做了 还是失败 我没有什么可刺责的 已经尽力了 这个reproach 那么我们再看本科书中 第六十课也出现了 就是二百六十八页 第八到底九行 二百六十八页 第八到底九行 但是人们经常呢 被指责不准时 为什么呢 他们的唯一的毛病 就是掐中点 总是掐中点来 路上一堵车 就迟到了 未能准时到来 对吧 也是一个 未能重做嘛 是准时到来 也是个事 他没能做到嘛 be reproach for something 固定搭配 咱们回应一下几个 讲过的批评 咱们看看 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意思 立即不用看了 咱们太熟了 第一个 criticiz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因为某事 而批评某人 就是正式的批评 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再读一下 criticize 这个最通俗 众学就讲过 还有呢 censur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搭配一样 censure 就严厉的批评 一般措辞不就严厉 但不一定很生气 就是严厉的批评了 措辞很重 我们再来面 censure censure 就是criticize somebody's severity 严厉的批评 还有呢 reprimand 或rebuk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因为某事 而批评某人 这两个词咱们在三十一刻讲过 多表示上级对下级 领导批评下属 用它好一些 再来面 reprimand rebuke 这两个词可以替换 叫批评 还有呢 accuse somebody of something 注意这个词叫off 这个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叫 指责气愤的指责 第二个叫指控控告 因为这个事儿而控告他 在这一般强得非常生气的情绪化的指责 我们再读一下 accus 当然也可以比较指控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通过语境判断了 还有呢 我们以前说的scode 一般是爸爸妈妈批评孩子 长辈对王 这个晚辈指责 后面是规则的 加付 再读一下 scode scode 还有一个批评叫blame 大家很熟悉了 再读一遍 blame 这个批评强调是归咎于某人 是某人的责任 搭配有两个 blam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或blame something on somebody 把某事归咎到某人头上 他们认为把这个失败归咎到乔治头上 都是这个都赖他 可以说 they blame George for the failure 或者说 they blame the failure on George 都行 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一致的批评 咱们的谴责 就是condem 把A因为B而谴责A 或者把A谴责为是B 都行 如果加for呢 是因为B 如果加s呢 把A谴责为是 我们再读一下 最后呢 em不翻译 em不翻译 最后闭住嘴 当然没 condem condem 就是讲过智慧的复习 希望大家到最后 别把他忘记 这是几个批评之责 好 最后我们看一看 这个分数 或者表示很少的一部分 这个fraction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fraction fraction 好 它的本意呢 可以表示分数 就二分之一 五分之四 这个数学的数语 太生意呢 是某个东西的一小部分 或些微 有那么一点 某个东西小部分 这个我们还是 看一些例子 还有看一些重点搭配 同样的一个重点搭配 叫做什么什么的 很小的一小部分 什么什么的一小部分 咱们看一个例子 I bought this shoes at a fraction of its original price 这鞋啊 我买的特别便宜 为什么呢 我买的这个价格 只是它原价的一小部分 至少是五折以下 才能叫一小部分 就不到一半呗 可能就原来一千多块钱 我们把它发两毛五买的 只是一小部分 两毛五夸张一点的 总而言之 什么什么的一小部分 a fraction 本文用于这个固定搭配 这个固定搭配背起来 叫a fraction of a second 还不到一秒钟呢 a fraction of a minute 还不到一分钟呢 a fraction of an inch 还不到一英寸呢 强调时间 或者距离特别短 还不到这个呢 这是固定搭配 还不到一秒钟 不到一分钟 不到一英寸 强调时间 或者距离特别短 这个固定搭配 咱们可以看一些例子 she hesitated for a fraction of a second before answering 她犹豫了 不到一秒钟 然后就回答了 或者她犹豫了 还不到一秒钟 就回答了 咱们before翻译成就 或者翻译成然后 咱们说过 好了 还不到一秒钟呢 就是考虑时间非常短 还不到一秒钟 就怎么样了 再譬如说 the car stopped within a fraction of an inch of the wall 这个汽车 在离这个墙 还不到一英寸的地方 停下来了 马上就创墙了 眼看都贴到一块了 还不到一英寸 a fraction of an inch inch是英寸 inch是foot 用脚那个词 本文中也用这个搭配 你不先看本文中 就是在咱们六十个 二百六十八页 第十六到十七行 就在本课中 十六十七行课问 在这儿 课问的十六行课的事情 if you are catching a train 如果你在赶火车的话 it is always better to be comfortably early than in the fraction of a minute too late 什么什么too late 就迟到了 如果你要赶火车的话呢 那么我们舒舒服服的 早来一些呢 总会更好 比什么呢 比那么仅仅 这个迟到 那么不到一分钟 晚了不到一分钟 那也不行 晚了不到一分钟 也都赶不上车呀 所以宁可早 赶早不赶晚 这个意思 还不到一分钟 a fraction of a minute 固定答备 那么由这个 一小部分 a fraction 我们试诺又回起来了 另外两个数学术语 也可以表示 多数和少数 就是 百分比和比例 百分比和比例 多数少数都行 fraction一定是一小部分 但大分比比 只多数可以 大多数 可以用 a high proportion 或者large proportion 相当于majority 同样可以把proportion 一小部分 a small proportion 或者a tiny proportion 叫一小部分 proportion 换成percentage的意思不变 一大部分 叫high 或者是large percentage 一小部分 叫small 或者tiny percentage 后面跟人 跟数都可以 就相当于 majority minority 这样的一些含义 中心词再大声读一下 先读一下比例 proportion proportion 再读百分比 percentage percentage 好 这个都可以 这时我们看到了 这个大部分和小部分 还有fraction 什么什么的 一小部分 相关得到 好 60个重点的生词段语 跟老师就学到这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